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而另外一部分中大型平台卖家则基于安全感的原因跟着大卖们也开启了独立站,不论是做平台还是电商独立站,卖家们都不会忽略的一点就是流量。 说到流量,这里要先说下独立站的发展历史背景。 早在2013年之前,流量遍地红利,各种电商独立站,欣欣向荣,前有Fotoprix,Tando,Everybuying,Etherpideal,LightingZabox,DX等等,后有1949Deal,Arlenovol等,当年做SEO的人都知道, 3C类产品基本上都是这几家独立站霸占了谷歌搜索结果首页的位置。 当年,你只要会点SEO,随便拿点产品,做个独立站就能赚到钱。 身边很多做SEO的福建朋友,93至94年的就出来创业,当时还不到20岁,做不到一年就开上了豪车买了房。 对于当年来说,这一点也不夸张,但好景不长。 随着谷歌企鹅2零算法更新之后,打击通过非正规SEO手段获取流量的做法,流量红利逐渐消失,独立站纷纷倒闭。 只有几家在红利期做大的企业稳定了下来,其他的独立站,该关闭的关闭。 萧条的萧条,也正是这个时间节点。 搜索引擎的流量红利宣布正式终止,而流量获取手法也逐渐辩证规划了。 其实,不难发现,从当年流量红利结束到现在,也再也没出现过了。 那些没有流量意识,而不去学习的平台小卖家,如果是盲目跟风,是非常容易亏到血本无归。 没有流量红利的独立站该如何做起? 要想把独立站做好,那不像平台随便投投广告就能做起来那么简单。 独立站更在意流量成本。 大部分产品,在广告充分放量之后能做到ROI一,二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流量成本在上涨,很多人的广告投放还是保持轻微亏损的。 也就是说,你的独立站要是光靠广告来烧销量,是很难把独立站做起来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几个点,免费且高质量的流量,流量的沉淀可可循环利用,如何获取更低成本的流量,如何做好电商独立站的SEO,Technical SEO,善于利用SEO工具来优化网站。 找出肉眼看不到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修复。 Keyword Research 也就是你要充分地做好关键词调研,让这些关键词的多种遍体都能融入到你的页面,让你的网站更能够被人找到。 Site Architecture 也就是网站的具体清晰的脉络架构。 这个与关键词调研有非常大的关系。 Local SEO 如果你在国外有门店,就需要做一下Local SEO,帮助你获取更多的Local Original Traffic选择。 Unpage 优化 这个是必须掌握的技能,能够帮助你更好的优化重要页面的信息。 提升排名 Content Marketing 现在Google特别喜欢深度长文,如果你能够抓住这块的机会,可以获得非常多有价值的流量。 Link Building 学会获取高质量的外链资源,也可以通过整合自己的资源来获取。 比如你经常有和红人合作,可以通过他们的YouTube频道或者Blog获取外链。 Data Analytics 学习SEO还要绘数据分析,因为这个是给予我们风向标的非常重要的数据。 可以通过安装Google Search Console以及Google Analysis来进行数据的监控。 当你掌握了这些基本的SEO技巧之后,剩下的就是如何把它们合并在一起,把网站的SEO做好。 就是有点到面的一个过程。 下面Daniel会一一讲解,电商独立战SEO的步骤该如何开始优化。 1.关键词调研 建立关键词结构图表